好大王 歡迎回來收看 新來的真巴一 高華子從日版邀請賽 我今天主播阿吉 對 我是接下來的賽評收費 沒錯 那今天要來進行到今天的第六場 六場賽事 六個對戰組合 這邊也跟各位講一下 在座的各位先跟各位預告一下 今天總共要進行15個對戰組合 也就是總共要進行輸差 也就是我們進行完了三分之一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消息 但壞消息是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的捷運可能趕不及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已經很貼心 為各位安排這個椅子 現在人數不是很多 你們很躺 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對 基本上我們的預計是 15場打完接明天的一個賽事 好不好 我們這邊的話 大家看比賽沒有任何問題 我們這邊自己抓時間稍微密一下 中間廣告時間稍微密一下起來 我們繼續進行 沒有沒有 其實沒有那麼多啦 就是還要再扣 因為有一個人肚子痛沒有來嘛 我們都要再扣到3到4場比賽 所以大概是10 大概進行完快一半 沒錯 大概10場左右 10到11場左右 對 然後接下來等一下這一場 非常關鍵就是 九一直沒有登場 剛剛賽評這個事業 剛剛事業在上面講的 發揮了零零盡致 我跟你講 我從來沒有搭過一個賽評 讓我這麼輕鬆的 哇 真的很厲害 理解非常好 而且他可以把他的理解 從嘴巴講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超級不簡單的 沒錯 事業其實腦袋一直非常清晰 而且其實聊到星海真霸 事業在早期 其實我們在早期玩的時候 很早我們可能都玩手機 對 所以其實對各族的一個理解都有 而且我自己覺得 事業應該是我們裡面 我覺得是偷練算多的 沒有訪問到他嘛 那我覺得他偷練 你是指他跟你一樣嗎 就是 沒有 我練的不算多 我跟你講 八九十場真的不算多 可是你二連勝耶 沒有沒有 那個跟練習量無關 天本 那個是實力 哦 實力 對對對 我講練習量 好啦 沒有啦開玩笑 我們進到 比賽裡面 這張地圖好像是拍手 好 來看一下地圖的右邊 紅色的神族就是我們的事業 好 在地圖的左下角 好 這是我們的藍色神族 Krari 對 神打神的話 基本上開局 我覺得重機兵和 重機兵的一個對壘 是完全跑不掉的 因為在神打神裡面 狂戰士沒有任何用途 沒錯 他會被重力 用那個遠距離來做跑打 對 他只有一個方式 就是快攻打死對手 但是只要你被重機兵 遇到兩隻到三隻 三隻 你沒有把對方建築物拆光 比賽就結束了 沒錯 就是會被重機兵操作到死 所以 神打神的時候 你看不到狂戰士 基本上就是重機兵為主 基本上 神打神 有機會打到中後期嗎 還是就在中期的時候 可能用重機兵 或者是用這個 聖甲蟲來做棋襲 來打出缺口 在早期就是重機兵的一個對壘 然後再來就是出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聖甲蟲 是的 那其實 基本上通常不會打到太後期 神打神 二代也研習一代的傳統 通常都是比較早期的一個護衛 那中機兵那個隊也很殘酷 就是你一個失誤 多死個一隻中機兵 就差很多了 你就活活少對方一隻 那少對方一隻 不好意思 很可能比賽會結束 是的 但是一代和二代 又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性 這邊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二代的高地勢 二代的高地勢 他的概念是只要你看得到 我就打得到 他的想法是 我在下面打上面 我拿把槍射 我看得到你我就打得到你 所以二代的高地 有時只差在看不看得到 沒錯 我只要看到我就打得到 但是在一代 他的高地是有所謂的 三分之一的密實率 沒錯 就是我以下打上 會有三分之一的距離是 空掉的 就是會打歪 你知道打歪就是打到那種路邊 那是完全打不到的 沒錯 所以在高地的一個防守上來講 就算列四方 可能退回高地 還是有著手 那從滴滴要打高地 你除了要開視野之外 那你還要 就是要容忍那個 三分之一的密實率 可是我覺得以這種 就是在戰隊遊戲的這個層面來講 其實我覺得這東西是比較必要的 因為本來在實際的層面 你在高處打低處的敵人 就是有絕對的優勢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星海一 裡面有很多東西就是 你在列四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不用太急的想要去進攻 你可以利用防守 說令對方一個衝動 你就可以手下來這一波進攻 然後轉為優勢也不一定 對 那尤其是一代的一個 礦區其實挖的是會比較久 而且它其實是 我就算單礦 我也可以產出一些很足夠的兵量 沒錯 所以其實有時候他們其實穩穩打 你看 所以要不要開二礦 其實這是看個人 那當然 重組技能上是一定要開的 那 我現在看這個Crawley的手術 不是開玩笑 維持在330左右一陣子了 對 那這邊我剛開始的狂犬獅出來 先Hold住門口 那這一次狂犬獅 Hold門口很重要 是不讓對方的狂犬獅進來 沒錯 那後面趕快要轉出兵力了 這個12點鐘 發現要偷開礦 這個偷開礦很大膽 如果你敢偷的話 但是應該是因為還沒有尋到對方 家裡面 我剛留意到家裡面是不是單兵贏啊 在神打神裡面 我覺得單兵贏打雙兵是 不是那麼好打一件事 不過這邊Crawley好像是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放機械攻擊核心 他打算打的是一個純狂戰士的潛壓 那這邊的話很關鍵 這邊是因為太晚尋到對手 他這一波要往後拉了 因為對方多一隻狂兵 而且他多打他一下 對 多一隻狂兵在打 那後面應該第二隻狂戰士出來 Hold住門口 只要追獵出來 他就穩超勝卷 這隻狂兵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這後續的一隻狂戰士喔 這邊其實看到雙BG 應該就知道這邊 其實Crawley一開始想要選擇 2BG的狂戰Rush喔 對 他這邊已經進去看到了 那這一波 這場比賽已經 這樣子的話 節奏就會快下來 因為C這邊就是海重機兵 來做防守 這個地方要守 後面要來拉三隻狂兵HG 但是這邊的話我看 C並沒有做這個細節 所以他這邊防守上來講 會稍微一點 這邊有小操作喔 對這個Crawley的操作很細膩 他要進去硬典攻兵了 這邊就是進去硬典攻兵 那我們看這邊的話 康安斯走進去 中機兵一定還在裡面 那我們在裡面 還在肚子裡有沒有 還沒生 喔 出來了出來了 出來了出來了 哇 出來這很關鍵 但是發呆了一下下 哇糟糕被靖身被插了幾 哎呀 你出來了 爆開了 失業失業 失業喔 我跟你講 只要中機兵開始控 他就不會死 但是他的那個操作是不是有點 蠟慘 喔喔喔 開點了 開點了 他的中機兵從頭到尾沒有打出過一發 那個中機兵是不是沒有子彈 你老實跟我講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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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子彈 喔有有有 子彈喔 不想還以為是 還以為是聖甲蟲 還有生子彈 我覺得好虧喔 這個 這個操作原本想說 這個 這個操作很細膩 好 我們來雙中機兵的一個 從頭操作到尾 來 沒錯 基本上這是沒什麼機會 一定會被爬倒 跑打到死喔 一定要 我跟你講 中機兵繼續續 現在就是 工兵不要死太多就會贏 對的 來 這兵 你卡住了 紅兵這個胖子啊 你們胖子卡住我 呃 這邊被迫拉工兵做集火 對對對 還好還好 其實這邊我覺得都還好 工兵是一定要拉的 沒錯 這邊工兵死了 如果有點多會很尷尬 因為對方只要轉出兵力 那你卡住就會死 哇 這一個 其實要跑打陣有點困難喔 喔 又被卡住了 還好死光 我跟你講 這邊很關鍵三隻 中機兵往外壓 把部隊往外壓 對 逼對方跟你這邊交戰 好 這邊雙方都卡了一下 好 這樣守住了 這應該是要走遠的 我跟你講 這一波只要守住 卡到你基本上 我等一下看一下他家裡 就知道他有沒有活下去的機會 沒有 還有機會還有機會 他要升角層 可是這個有點 我覺得有點拚欸 因為這時間他如果直接反壓的話 其實這角層會來不太 他有機會是不是要素影刀啊 但是其實這個時候 事業不可能等他了 對 這邊直接把這個龍騎 往前做壓制了 這不會給你機會的嗎 對 直接往前走 這邊光用重機兵的操作 就可以把對方操作到爆炸 哇 這邊直接往前做一個壓制喔 那 欸 家裡還有什麼東西在看啊 我工兵還在 哇 看光了 哇 從頭待到尾 事業這個工兵鑽死 哇 真的鑽死了 怎麼都知道了 直接上來了 這個下光炮 對 這個下光炮就很關鍵 但是 不好意思 很可能活不到這個時間點 欸 怎麼有一隻龍騎往後走 他這個就是AI很爛 但是這個很正常 這個叫他秀操作 沒錯 這邊就是高地打滴滴喔 這邊就拖時間 對 拖時間 他這邊沒有彈點喔 其實撐滿久的 他想要拖出時間 欸 這個應該要死了 點進去 點進去 直接走上去了吧 對 上去 上去 欸 他一直卡蛋 他沒有點掉 欸欸欸 該上斜坡了喔 對 這邊拉出了弓兵來做防守 這個光炮要好了 他卡住了 他卡住了 為什麼我沒下去 兄弟 兄弟我怎麼沒下去 欸 剛剛我覺得他原本是會打一下 往上走 打一下 然後就直接清掉 但是沒關係 事業這邊的話 家裡面已經是大的優 因為他完全知道對手的一個開局 這個時間點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直接上聖甲蟲就贏了 沒錯 因為對方這個開局就是衝鋒狂 或是引刀 那我直接出VR 直接出OB 直接出聖甲蟲 完克你的所有 接下來的所有不對 因為狂犯獅是急怕聖甲蟲 因為聖甲蟲是範圍傷態 哇 這個 這邊應該是 這樣看起來的話 感覺上 世界確實要轉聖甲蟲 因為他已經做這個 聖甲蟲一個前置科技建築物 對 那來看一下這邊 直接用龍騎壓你的門口 因為畢竟你沒有龍騎嘛 你也不可能出來 你現在要走的 你出來的機會 可能就只剩下這個運輸船 還有就是 像他 像剛剛這邊講的 他可能會走這個引刀 引刀跟衝鋒狂 因為其實這個 看這個 看到這個洗手 就知道是引刀跟衝鋒狂 因為神族一代 尤其是你只有一個 就是你只有單礦的情況下 你轉不出什麼其他東西 沒錯 對 除非你捨棄掉這個科技線 剛剛那個是工兵嗎 繞出去就是工兵 對 這個很關鍵 這一隻工兵 如果能夠偷到礦區 我跟你講 人生就是產生 沒錯 這邊感覺上是想偷礦 他很明顯的往這個對點走過去 要賭對方沒有看到 很聰明 很聰明 直接看到這個位置真的很聰明 因為這邊是對方比較不容易去尋到 對於地圖的理解 其實老實講我們每個人都是 就是我們真的大部分的人 都對這地圖理解還不夠深 我大概只知道每張第五張什麼樣子 對 但是 還有礦點在哪邊 然後礦蓋開在哪 但是 喔 這邊選擇了不是引刀 而是要直接走衝鋒狂再加執政官 這個是直接要用變白球的是不是 對 直接走執政官了 對 那我們要看一下事業家這邊的這個 金甲科技喔 到哪裡了 雙方那個人口落差很大 應該是在做了吧 應該在做了吧 對 下來就好 因為他還要再出一個前置建築 對 那個東西叫做 嗯 嗯 嗯 聖甲蟲 嗯 實驗室 好 你確定 聽起來蠻怪的 誰知道這是什麼 以前做英文 沒錯 但是老實講英文我還真不知道他叫什麼 好 這邊其實這邊 果然是直接在外面偷個礦喔 看可不可以讓對方誤判啦 因為畢竟他現在認為 事業是認為說 我現在把你壓在家門口 你應該是沒有東西出去 事業不敢開礦 我跟你講就是我講的 這個就是反向思考 我覺得我優勢很大 我只要 我只要那個 聖甲蟲出來 躺著壓你啊 我聖甲蟲出來 你要拿什麼跟我打 對不對 打著你不要不要的 但是 對方如果偷礦 這就是兩回事了 只要對方的兵量夠多 因為事業這邊經濟如果真的差太多 還是可能會直接被A爆 沒錯 那這邊的話 直接往後拉 這一個往後拉很關鍵 這一個往後拉意味著 事業要開二礦 我這邊 部隊往後拉就是我讓你開 沒關係你出來開礦 我現在要出來開礦 我們兩邊都是二礦的情況底下 我用這個部隊量 這個是神打神的無敵兵種 打死你 沒錯 其實這邊 事業的細節做得很好 他這隻弓兵出去 其實就是要去看你有沒有去偷礦 那看有沒有去抓到 如果一抓到的話 其實事業就大概知道了 對 那這一個直接往左邊點去探 應該會下面都繞一圈 這個我就講 就是事業開礦開得很聰明的地方 正常人可能想說 離你最遠9點鐘 你這個腦袋大家都知道9點鐘 開一個左上角 對不對 對方想都想不到 我跟你講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真的是神開 如果你有辦法開到3點鐘方向的話 就開在你的臉上 對 這場輸了 我都稱讚你 這太過分 這已經不是開礦 這叫做變 但是剛剛應該是出不來 想想還是算 事業這邊也很聰明 他這邊不是選擇開自己的二礦 而是選擇開在右上角 那個是一個離島礦 確保你 因為我看你家裡面是沒有那個 機械製造廠的 所以我只要開在離島礦 你根本沒辦法空投我 那我現在在這邊開下右上角 那穩穩跟你打 左上角被發現了 好 這個要被發現了 我覺得這邊真的是 我個人覺得意思非常好 因為其實 對方被關這麼久 都沒有動靜的情況下 有高機率在外面偷放 對 一定都是在外面尋 那只能講 這個地方 讓你自己晚了一點點被尋到 但是還真的就一點點喔 對 所以這個地方 實際上就要看卡羅里這邊的部隊 就直接往外走 他這一個 不會是要走電兵吧 如果他走的電兵就是走狂 衝瘡狂在他重機兵 再加高機身長武士的配兵組成 但是這個配兵組成會被 就是講毛毛蟲 你會被那個毛毛蟲 玩死嗎 對 直接就是你的所有的 狂暗死都跟沒有是差不多的 沒錯 對 直接被炸 炸歪頭 對 那這邊 這邊金甲一隻出來了 然後這邊還來防空頭 哇 各種細節 等第二隻 等第二隻的 聖甲蟲 他這應該還是會帶這個 運輸機吧 因為 畢竟金甲走很慢嘛 他根本就是用爬的 對 應該還是會帶一個運輸機 對 那這邊的話 可能再看一下 剛剛我看到SSQ出現在聊天室 那也要跟你講 我絕對沒有黑你 我們這樣以稱讚為主 對啊 對啊 我們紅頭到底都在稱讚啊 剛剛各種吹捧 沒錯啊就是頂多就講講什麼 電競美少 美女 綠 對啊 講說你的那個經驗很豐富嘛 對啊 實力是非常高強 很堅強 沒錯 以前遇到他 我都抱著那種粉絲 米粉的心態去跟他對戰 還真的被屌虐的一番 我跟你講 真的 SSQ當年的是 尤其是你在魔獸爭霸3 遇到他真的算你衰 對 他魔獸爭霸3的實力 真的是屌虐的 真的是很猛 真的是男選手等級的 沒錯 好 這邊的一個空投 這一個直接投了 喔 金甲還露出來 這個就是趕時間空投 這卡蛋 哇 還是有出去 黏著工兵走 黏著工兵走 欸 下來 漂亮 這一個就是有操作 好 這一個站下去 夢 我覺得爆開了 我覺得這個 快受不了了 被這樣 屠農 先出來截這一船再說 再來就是往對方家投 但其實我反而覺得 這個空投是危險 家裡面有沒有 喔 這一個 被解掉被解掉了嗎 喔 喔 唉唷 而且他的一個 醫療 呃 運輸機的一個 那個提速已經提完了 對的 這個真的是很聰明 這很多人在講 三個科技裡面先提哪個 我跟你講運輸機的速度 移動速度 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等於是聖甲蟲的腳 你知道 你就等於幫聖甲蟲提速了 喔很重要 這差太多 因為你可以用提速的速度 來讓他打到他的操作最大化 對 那這邊 在他的礦局放一隻龍騎喔 那來看一下 對方在幹嘛 對方其實我覺得他拉這個兵 有點拉太多去救了吧 但這其實就是小心死的萬年船 那其實看事業有沒有打正面 其實我覺得事業打得太穩 事業一直以來 他都是一個比較保守型的一個玩家 欸 你們兩個怎麼都 都說對方都是一個保守型玩家 呃 應該這樣子講 我的保守是為了獲勝 為了獲勝 對 那他就單純是想歸 是這樣嗎 對 我跟你講喔 完全沒有任何黑的一個意味 我聽起來有濃厚的較勁意味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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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呢 對啊 我們我們這個 我正常這樣講就是比較實在的 我們講為什麼 因為當年我歸的都贏了 對 他沒有你的高度 對 決賽 你有歸到決賽 他沒有 你還拿到了冠軍兩次WCG冠軍 對不對 這都不是我說的嘛 對 你看阿吉真的是齁 你真的你講話得擾人觸且擾人 不要這樣齁 你曾經也是我的偶像嘛對不對 在遠古的青少時期 纏連了兩次 聽說你的心還是把他一連玩都沒玩過 我怎麼會是你的偶像 別鬧了 對 好 這邊 這空洞應該也被發現喔 這礦應該會被尋到才對 對 這邊其實一定投右上角 因為他知道你沒有開礦 這個翔也知道你開在右上角啦 對 因為你已經有運輸機出來了嘛 對 那這邊的話 我覺得意識也很到位 但是 這個意識到位 的時間點稍微晚了一點點 不過我們來看這邊中機兵 中機兵還加點鑽 喔 點了一隻工兵 右上角 投進去 世界這一場我覺得他開局大好的 尤其這樣偷下去他真的會輸掉 對 有點危險 來 電 哇 漂亮 這一個就是一代最 這個在二代也有人用 但是這個一代真的是最有名的 空投電兵 沒錯 那這邊的話來 你 欸 載起來漂亮 一個族客 欸 再下來 墊一把 再族客 沒有 他沒有族客 欸 沒死吧 應該沒死 應該有上去 應該有上去 來 下來墊一個 漂亮 啊 沒載起來了 不過這個爆了 哎呀 這樣有點酷欸 這個換就賺了 我跟你講這個算就賺了 這個就是操作 卡奧麗在這邊操作 確實是更勝一籌 沒錯 那我覺得如果這樣 其實對於世界兩人有點可惜 因為明明在開局 真的是個大優 這場真的是 我覺得 如果他剛剛毛毛蟲出來的瞬間 左上角鬧完 回家正面打一波 比賽很可能就結束了 對 對 因為他的部隊量 真的是明顯比對方多 而且中基兵 其實是不怕高階身上武士 沒錯 基本上因為他血太厚了嘛 你墊起來沒什麼感覺 就是你的操作空間是很大的 而且你會散開 散成一個圓 我們講包成一個圓 那包抱你 哇 欸 這邊其實你剛剛看到那個 世界上面還有做一個 光砲手機 你知道太過了 會被他直接 你看世界這邊就是怕了 他先熟 他把自己龜帶裡面 反而讓自己的操作 沒有辦法這麼恰到 對的 你看現在子彈起來要被電喔 對的 這個電起來很麻煩 因為其實這邊 對於中基兵來講 操作反而是困難的 沒錯 來 往前壓 欸 這一個操作可以 但最主要我覺得 可以這邊沒有電好 還有兩發 還有兩發 上面這個光砲非常關鍵喔 吸引到大便好我 這個正面打不贏喔 不用想了啦 可以拉掉了 哇 這邊的話 這兩發電有點痛 有點痛 但是這一個散開 部隊差太多了 哇 部隊量真的差太多了 就是我們講 這個就是 事業的一個部隊量 真的 開局優勢真的很大 你知道嗎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場 確實這個部隊量 而卡奧里這邊 竟然就選擇正面A上去啊 我想 其實他 我覺得他 如果再續兵 他應該說 你過去看到那麼多就可以拉掉 沒錯 對 就可以放棄了 但是這邊 放棄不是說放棄比賽 是往後拉掉 其實我覺得他剛剛還可以打 因為他的三框雖然說 他二框開始被亂掉 但是他後來恢復了運營 對 然後他的三框又開出來了 事實上對於這個 事業來講 他其實是害怕的 對 剛剛那邊其實事業 反而是有點熟 不過這邊如果單以正面來講 他真的就沒得打 沒錯 因為正面的部隊很明顯 事業就是大幅的一個領先嘛 我們看正面直接對 好 直接上去 這個數量差很多 這個應該是沒救了啦 這個龍騎的數量 基本上輸人家一截 就像 說被剛剛講的嘛 輸一隻 基本上就很難打了 對 沒錯 而且尤其是在這邊 初級戰略是在很大的情況下 這個數量真的是差太多 好 那這邊的話 這個其實 都慢慢來了 我們看到孔安石走上去 沒錯 直接來了 正面就直接A了吧 孔安石這麼多 這邊直接往前做進攻喔 畢竟這個龍騎量贏太多了 我們看直接上去 不然一直看各種情況 哇 這個都是一代AI常見的 沒錯 對 哇 這邊應該是沒辦法了 好 這邊直接往上 做一個進攻 直接走上去 事業這邊的話 果然看來拿下 拿下他的一個第一分 沒錯 也是他的應該1比0 並且是他的第一場 對的 萌 那直接進來我們看 直接把水印塔點掉 哇 這一場比賽 已經史達就很開到一場 就聚聚 好 我們恭喜 我們恭喜 事業 拿下第一場比賽的勝利喔 哇 感覺上這一場好像 沒有時候被贏得這麼 不要再拿我來比較了 因為其實 畢竟這一場比賽 我覺得是開局的一個部分 真的有點微卡 對 對 在開局的部分稍微卡到 而且其實在內戰上面來講 不得 不得不講其實 我自己會覺得 稍微 事業打的稍微比較保守了一點點 對 那其實也是為了比賽的勝利 沒錯 他其實很像我第一場比賽 其實我也是穩穩打 就是壓在門口我就不動了 對 對 那就是窮死你嘛 沒錯 對 因為類似這種概念 沒錯 那這邊真的要 因為剛剛其實 是也有做一些很多細微的東西 比如說剛剛高地一個光炮 其實那些都是一些防守的一些細節啦 對 其實這個在異帶上面很重要 我覺得卡奧尼在那邊 就一直開局失敗之後 他的一個防守做到位 左上角偷開框 應該說他也進了他想做的事情 但是只是 事業這邊打的確實是沉穩 那在冰種相剋的情況底下 其實 到了後期卡奧尼 我是覺得那一波衝得有點太衝了 沒錯 就我看起來好像還有機會 再打到更後面的一個階段 對 那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本身 卡奧尼不想打到太後期 有可能有可能 差不多了 該衝了 對的 有可能他餓了 有可能他餓了 好啦 那這邊就 恭喜事業先拿到第一場比賽勝利 那下一場應該也是 下一場也是一樣蠻精彩的喔 那我不確定等一下會不會去打 我記得他好像有一個二連戰 OK 應該也是 沒錯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精彩比賽比較久 馬上回來 喔 賽事是繼續打是不是 沒錯 我剛剛以為要靜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時間已經有點Delay了 對 那這邊應該是會直接 對上灰是不是 唉唷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精彩可奇喔 唉唷